在公費的流感以風聲 發生到變色的事項 影響中部的主寫的議員 一官司說已經通知 台北基隆託橫廟立正 六官期減停來使用變色的營廟 所以民眾可以安心去煮 六官房營廟屬家 剛才說有變色 一官司趕緊回收 六官期同樣配合的 國三離婚感冒疫苗差不多十萬一千 幾乎沒有影響其他配合的疫苗安全 雖然這杯疫苗沒有配損到台中 但是極限影響到老大人注射議員 老大人的看法不一樣 有的比較緊心 是說今年公費的立婚感冒疫苗 都開始煮的時候 就遇到風態跟疫苗變色進行 讓很多鄉親不敢煮 立正有冠軍出面 這個疫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國光的疫苗總計還有兩百多萬劑 要供民眾施打 一官司公布公費 旅行感冒跟新冠疫苗 切到一天主席人數 創下新紀錄 旅行感冒疫苗 一百五萬三千人數 新冠疫苗有五萬五千人數 是四年來最大的紀錄 那是鄉親真正的煩惱 也可以改組其他的白組 哈囉 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